前不久有媒体报道说 吃隔夜饭会导致胃癌的风险高出3.6倍 并且在微博网络上广泛的流传 尤其是那些中午自己带饭的工兴族 对这样的说法真假是尤为关注 那么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近段时间以来 一篇名为千万别吃隔夜饭菜 胃癌风险高3.6倍的报道 在微博上迅速引起关注 报道中称隔夜饭煮熟后放置时间很久 在细菌分解作用下 硝酸盐便会转化成亚硝酸盐 有致癌作用 加热也不能去除 这样的说法使得都市带饭一族 议论纷纷 一部分网友表示今后将会停止带饭 但也有一部分网友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 在北京国贸写字楼里上班的段桂林 就是一个带饭组 为了吃得舒服吃得放心 他的中午饭一直都是前一天晚上 在家做好带来的 对于网上出现的隔夜饭 导致胃癌风险高出3.6倍这一说法 他并不太相信 数据来源的话其实不一定说是特别可靠 但是隔夜饭确实对人的身体是有害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至于是不是3.6倍致癌 这就不好说了 采访中 带饭一族对隔夜饭有致癌风险这样的说法 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看法 因为他一宣传的大家肯定都是挺紧张的 不敢吃了 老一辈人不都这么吃吗 吃了多少倍了 那以前的人都很健康 是摇船的还是真的 也不是很清楚的 感觉自己带的总比外面要干净 外面做的很多也是致癌物也很多 所以无所谓了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吃隔夜饭 会导致胃癌几率高出3.6倍的这种说法 有担心 有质疑 也有无所谓 但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 却是很多人都不清楚的 也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在这一消息最初报道中 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 吕斌院长反复叮嘱记者强调一点 根据我的调研 吃隔夜便当 胃癌风险高3.6倍 为此我们专程找到了提出这一观点的 浙江省中医院院长吕斌 报纸上说吃隔夜饭 会让人胃癌的几率高出3.6倍 这是您的试验报告吗 不是的 其实国内外都有很多的这方面研究 我本人并没有做过 这个饮食因素跟胃癌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这样 吕斌表示 媒体报道中所说的3.6倍 是指亚硝酸盐跟胃癌之间的关系值 也叫相对危险度 也就是说 常吃隔夜饭的人比不吃隔夜饭的人 得胃癌的可能性高出3.6倍 这3.6倍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会否通过什么样的文献 这样的文献其实很多 具体是3.6是哪篇文献也很难讲 但是2到4左右的这样的文献是非常多 虽然吕斌没有找到当时自己接受采访时 所引述的那篇关于隔夜饭会导致胃癌发病率高出3.6倍的论文 但是在我们的采论中 吕斌拿出了一篇刊登在2011年3月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的论文 其中对各种生活习惯致癌的几率给出了具体数值 吕斌称这样的研究数据足以证明 隔夜饭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导致胃癌 但是这篇论文中提供的隔夜饭致癌风险数值是2倍 比之前所说的3.6倍相差很大 从消息的源头看 吃隔夜饭会导致胃癌的风险高出3.6倍 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出处 不过为了更直接的求证隔夜饭菜与亚硝酸盐 以及胃癌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们的记者就联系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希望通过做实验来实际验证一下隔夜饭究竟会不会致癌 根据他们的专业建议 我们来到了菜场 专门选择了青菜土豆以及鱼肉等老百姓餐桌上 最为常见的几种菜式 下午5点钟我们很快做出了清炒小油菜 尖椒土豆丝香菇黑木耳炖排骨和清蒸鱼 我们把这4道家常菜一分为二 一份用密封盒装好放在冰箱里 另外一份用检疫餐盒装好 立即送到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室的试验室 进行压硝酸盐的检测 中部分i が炒烤了 地形作课